别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 王志志的儿子早已改回国籍 姚明和易建联的孩子获效仿 近日 王志志的儿子王熙霖亮相CEOB 但是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两场比赛相继得分挂零 加起来只抢到三个篮板 再无其他数据进账 都说虎腹无犬子 王熙霖却一点都没有王志志的风采 不免让对他有期待的球迷失望不已 王熙霖继承了王志志的身高 如今已经长到2米08 不过体重却达到250斤 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从体型可以看出来 他并不是特别刻苦 作为我国篮球巨星的大儿子 他一出生就衣食无忧 难以像老一辈那样刻苦训练 现在光有身高没有技术 未来难以在篮球领域有所成就 有些人批评王熙霖不够努力 也有人拿他的国籍说是 王志志曾在NBA征战了几个赛季 王熙霖出生于美国洛杉矶 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不过他在成年后可以重新选择国籍 如今他已经可以自由选择 他选择将国籍改回中国籍 现在已经变成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不要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和王志志了 姚明的女儿和易见莲的两个儿子 都出生在美国 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姚明曾在接受采访时 回应女儿的国籍问题 他表示等女儿成年后让他自由选择 现在姚明的女儿和易见莲的两个儿子 还是美国籍 或许等他们成年以后会效仿王熙霖改回国籍 或许永远都不会改 其实国籍这个事情是个人选择 不能因为他们是篮球明星的孩子 就道德绑架他们 不幸有更严重的儿子 不幸有更新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